這裡有很多LV 還有這個城市挺好 Hello 早安 我今天早上一早起床 突然間很想吃Channatown的一間台式做餐店 然後我就滾了出來 排隊真的很好 很有家的味道 有時候早上都會在家炸薯餅做早餐 但不知為什麼出家吃的薯餅 總比在家自己吃的好吃 吃飽飽 好 接著我們現在就要去一間 我預約了很久的中古店 是賣一些Vintage的包包 因為我出門口之前 我沒有跟他說是中古店 是賣二手袋的 接著他剛才不斷說 你是不是來這間了 然後我問為什麼會在這間 他說Vintage 我買這些不是Vintage 對 有什麼東西 要上樓的 到了到了到了 要上樓的 都不是很貴 這個是多子490元 港幣大約3000元 但它的氣氛就一定不是最好的了 更可接受 但它這裡有平均 很多LV 然後我剛才看到這個 Condition也是很一般 真的很一般 已經是有達積 所以買中古袋 最好親眼來看一看會好一點 大家可以自己衡量一下 2980元 18000元左右 外面看Condition不錯 但裡面也是有年值 這個很漂亮 我剛才一眼就看到它 它這個成色不錯 裡面是金光閃閃的 1180元 這個很漂亮 應該要配牛仔褲 它的尺寸也剛剛好 完全不是一個廢包 顏色也很特別 我不知道它是舊到變成這個顏色 還是本來就是這個顏色 三樓全部都是Chanel Hermes 店員姐姐就PASS了這個手套給我 如果要拿些袋子就要戴手套了 這層的袋子就成色比較好 可能因為是正價沒有Discount 這個要三千多波子 我也是耳環 它其實有些會很流行用 三樓扣就扣扣 然後改做魚欄 這樣 好 我們現在就準備出去踩車了 跟大家更新一下我們最新的裝備 我們在迪卡龍買了這些單車袋 勾在車的前面 我們踩車的時候就不用經常揹著袋 方便超多 今天要去的地方踩單車有8分鐘 我預料我們應該踩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應該到 我們第一次踩這條路 這條路感覺上是多一些屋邨的地方 而且樓的密度已經是跟香港差不多 我昨天上了屋邨的屋邨看 這邊的房子可以便宜一點 但是再轉大一點 一千尺左右就三千九百元波子 但是叫做比起全盛時期已經便宜了很多 全盛時期這些比較偏遠的位置 也要四千多元 香港都有間埔寨中學 之前我們都來過的 就是在家附近的隱藏 但我們是沒笑過早上來 上網看 有一間打卡的餐廳 我想來試試 這裡有室外床 室外的美麗很多 但是真的太熱了 我們真的坐在冷氣地方算數 而且這間餐廳是超級大間的 沒有味的西蘿蝦 沒味的西蘿蝦 我吃飽 我們現在來我附近 還有一個花牆 大大小小盆栽 這裡真的超級大 要多大的盆栽 或者要多小的一枝花都找到 仙人獎啊 仙人獎啊 好漂亮啊 我經常覺得這個品種的仙人獎好像在跟你說話一樣 咦 這棵這麼像我家的棵核這麼乾 原來它可以生到這麼大棵 滿天星 我們剛才找了勁量 找不到 把紙給我們看 原來是要冰住的 在冰房裡面 現在很冷 很冷 我想的 衝進去 拿了兩集出來 但是它沒單止買的 一買就要按大速 我決定跟樓下的鄰居分享 我不知道多少錢 它沒有寫價錢 聽起來不太貴 連有什麼膠身 玻璃 我買了兩集花 還有兩個化妝 總共70元 比我上場更貴 不要緊 還是我被騙了呢 它應該不會騙我的 不知道是我不懂得選還是怎樣 它這裡有些位置已經霉了 幸好這個頭髮還是漂亮的 這個完成了 就到這一集 這一集體力好很多 起碼它中間沒有霉的地方 應該不斷剪一剪就可以插了 終於都搞定了 我沒想過這麼多 我是找了家裡可以插花的東西出來 就插了四個了 但插完之後我反而覺得 最小的這張是最漂亮的 好像也沒什麼美感 這個就放在商法旁邊 但這裡是我們擺電器的地方 要小心點不要弄射 這個最小的就放在電腦桌旁邊 也是一個不能弄射的地方 都是不好都是不好 我覺得我一定會倒射 那就放在茶几旁邊 在鴨仔旁邊 我們今晚約了朋友吃飯 其實這個朋友我們也是第一次見 Ruby問我有沒有興趣一起吃飯 他說有個香港的朋友 也剛好跟我們住在同一區 他剛剛傳了地址發現 原來我們是樓上樓下 然後我們今早就出了去逛那些手作試集 就看到一個好可愛的香薰 它是這樣一包的 其實它拆出來就好像朱古力一樣 但因為我要送給別人 所以我就不拆了 它不是點火的那種香薰 它是有點像融蠟的概念 那種香薰 就是不需要點火 所以我就買了它這個加熱器 通了電之後 它這塊板就會熱 然後它有一個兜兜放進去 你就把朱古力香薰撕幾粒放進去 它就會開始融 那些香味就會散了出來 你可以選幾種自己喜歡的味道 然後再混合它 它就會出了新的味道 說到光了 我們是遲到那對 住樓上也遲到 最近的都是最近的 對 爭 咖啡涼粉雪糕 住得那麼近 我可以選擇了為吃餐 老實客氣 哪些傘 吃